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 我们住在舒适高品质的生活 我们总以为到一个遥远 偏僻 环境跟文化与我们不同的地方参加志工服务队 这是要去帮忙 服务当地的人 提供他们所缺乏的 然而 国务行动给了我们不同的视野 开始认识 太美边境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当地人 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因为他们要解决自己社会的问题 所以把自己组织起来之后 希望运用自己的力量去 Glocal Action在太美边境一代 致力于支持支援当地的基础建设 以及难民移工的儿童教育 创立者就是赖树胜先生 Sam 一个关键是我以前就喜欢当志工 其实在学习赛就参加工艺团体 就去营造一些基金会 我就去打杂当志工 张杰德在太美地区工作 让当地成为他另一个故乡 回台湾后 这也促成Glocal Action的诞生 创立Glocal Action 然后我们就有让工艺参访团 还有服务计划的推动 我们可以再继续在两个家乡当中来回往返 Glocal Action在当地参与了很多的工作 包含移工社区儿童教育 山区部落发展 生态农场 以及医疗健康促进 看到当地人的努力和力量 然后还有他们自我赔利的可能性 那其实有了这样子的认识之后 就不会是单向的去帮助 去捐献 而是希望能够支持他们正在努力的事情吧 然后也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学习 借着工艺参访团 台湾人也可以到泰勉边境见证居民 为自己社区努力的模样 新北市新庄的新化国校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家长是新住民 他们因此创立了马蹄卡丘 Multi Culture多元文化社团 让小朋友透过踏查 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 为什么会叫马蹄卡丘 就是我们想成立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团 设计上面呢 其实我们很希望借由 比如说阅读文章 然后看电影 这个书叫 我的妈妈真麻烦 在课程中呢 我们也常常串插了许多的绘本 那里面也包括了多元文化的绘本 有很多的绘本其实是让孩子去思考他们跟世界的关系 或者可以让他们从绘本里面呢 看到不同的文化 然后不同的世界 让孩子呢进行了一个手牵手的活动 我们就请大家呢 在这个小书上面画上我们的自己的手 我们再让这些手呢 这些画的手呢 不同的手一起连起来 那这个活动呢 其实会让孩子呢 看到呢 或者说体验到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高度 其实身高是不同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让这个每一个人 所画的那个手上拿的这本 这个手能够连起来 其实大家都要去稍微调整自己的高度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